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剛剛主要是有個目標 我是希望說根據剛剛的這個問題 我希望做出一個統計的一個分析圖表 那這個分析圖表我希望看到的結果 當然盡可能是直覺啦 所以以後你說給人家一堆數據 不如畫個圖給他看 當然畫圖的話 當然這個部分就是ESALE裡面的強項 那你當然絕對要利用它的強項 所以你說為什麼ESALE可以存在32年而屹立不搖 然後他免費居然試占率還可以達到95% 有沒有 而且每一年都還要付錢給他 所以他一定有他的優點 其中的話當然我講到剛剛的那個樞紐分析表 這個應該是他很厲害的地方 而且簡單好用 可是我是覺得他雖然很簡單好用 可是你還是要注意一些小細節 如果這個細節你都有把它避開的話 你就不要犯那個錯誤的話 那理論上用的就不太不至於會發生問題 那你為什麼會發生問題 就是因為我剛剛講那些都是電 那有哪一些地方 首先的話 第一個 如果你要統計分析 比如說你要樞紐分析 你要分析什麼樣的資料 那你第一個你就要產生那個欄位 比如說我要統計年次方面 比如說哪個年齡的人最多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你就要先有這個欄位 那如果沒有這個欄位你就要想辦法把它變出來 那我們可以從生日把它變出我們要的 所以我剛剛有新增加一個欄位 那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我們如果用Lab的切割的話 因為它裡面內建的資料 你用儲存格式看到 假設改成通用呢 它會顯示出這個29000多 所以如果你用Lab的話 你會發現 他剛好切出來 就得到的是他原始資料的前兩個 那也沒錯啦 可是你說那不對啊 我現在我要的又不是他原始資料裡面的 那怎麼辦 其實幾個方向思考 第一個你可以呢 把他的這個有沒有 表面上看到的格式 真正變成他應該有的樣子 有沒有 所以剛剛我們不是000 原來用000制定的話是表面 那為什麼可以變成真正變084 因為我們經過TESHL 所以這一題 你可以第一個用TESHL 把它轉換成他真正的樣子 有沒有 可是問題喔 那我要怎麼樣把它變成真正的樣子 真正的樣子 我把這個先刪掉一下 Ctrl、Shift、向下 把它delete掉 那如果我要真正變成他現在看到的樣子 那用TESHL 可是TESHL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喔 你必須有固定幾個步驟 第一個的話呢 因為我TESHL會有兩個參數 第一個參數是VALUE 還記得啦 第二個參數是那個 那個什麼 Format TESHL對不對 所以喔 其實第一步我建議喔 你先把那個Format TESHL先取得 那問題那個Format TESHL在哪裡 其實跟各位講喔 在這個上方按右鍵 找到儲存格格式 接下來的話呢 特別注意這個很重要喔 請你點擊自訂 點擊自訂之後的話喔 它這邊會出現公式 這個東西就是Format TESHL OK 所以啦 理論上如果將來啊 你要把看到的真正變成 實際上的那個樣子的話 那請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用到這個東西 自訂 因為按右鍵圖能格式有沒有 大概可能會調的是上面嘛 應該很少人會用到自訂 但是其實我們用自訂喔 主要是用這個裡面的公式 所以呢 我只要把這個公式喔 Ctrl C 貼到哪裡呢 TESHL的第二個參數 不過記得喔 因為第二個參數是Format TESHL TESHL是前後要雙語號 所以記得貼上之後 請你在這個自訂的公式前後 記得一定要加雙語號 OK 那我們來試一下 割看喔 所以這個還蠻重要的 把它複製一下 所以 Step 1 如果你要用TESHL 幫你把看到的資料 轉成真正的那個資料的話 先把它的格式的公式找到 複製 然後按取消就可以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在這邊插入函數了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 剛剛用到的 TESHL函數 然後 VALUE的話呢 就是給它生日啦 沒有問題 那下面這個Format TESHL的話 我習慣是先兩個雙語號 移到中間 然後呢 把剛剛的那一串公式 切上來 就完成了 就這樣而已 OK 然後你按確定喔 你會發現 得到的結果 其實你看下面也會知道 下方這個結果 它就會是 我們要的一個 有沒有 七十斜線 九月十七了 OK 它會把它原來的這個 日期 轉成這樣子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得到的就是你看到的啦 OK 所以同樣的方式喔 以後 不管說 你要切什麼資料 切不到 你可以用這一招 所以 Step1 按右鍵格式制定一下 把那個公式 抓出來 貼到Format TESHL 應該可以理解啦 不過我發現同學很多時候 制定可能不太熟 才會忘記 好 那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Step1 出現了 但是你說 老師這個好像沒有什麼不一樣 跟這個不是一樣 對 這個是表面的 這個是真正的 可是說真的在Excel 你怎麼看得出來 看不出來 有沒有這樣 邊不是一直長得一樣 那什麼時候才會知道不一樣 就是 對啦 上面沒有啊 上面只有顯示公式 再來就是切割就知道 有沒有 你再來第二步 蛤 沒有 我們還沒有抓年次 所以再來的話 抓年次的話很簡單 就是 再把這個公式 外面包一個Labs就可以了 那包的方法 我習慣有時候直接上面 直接打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 減下這個公式 不包含等候 也可以啦 反正看各位習慣 我喜歡減下 然後再插一個Labs 把剛剛的公式 貼到這個地方 貼到TESHL 這個就是我們要切的文字 然後我要兩個字 所以這個時候 輸入2就可以了 這樣就70了 按確定 好有沒有 70就出來 OK了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這樣子就有我們要黏次欄位 可是最後還有一個地方 要特別注意 請特別小心 因為待會 因為我們要把它群組 群組的話呢 等於是把50到59一個群組 60到69 70到79 那如果群組的話 實際上 你給它的東西不能用文字 因為文字的話呢 對它來說沒辦法群組 因為一定要是數字才能做群組 OK 所以特別注意 它那個 待會樞紐分析表裡面有個功能 群組 它必須要給數字 所以最後呢 假設說 你希望 要把這個資料 變成一個數字的話 那怎麼辦 還記得嗎 對 value 所以你可以再把公式減下 不包含等號 然後再插入一次 所以喔 等於是 三個步驟 有點 文字類裡面的倒數 文字裡面的倒數第二個 value 這個value的話呢 就是把文字轉成數字 OK 好啦 按確定 那當然怎麼知道它有沒有成功 其實它只要有靠右對齊 表示應該是正確 或者是還有一個方法 請你們可能觀察一下 這個的結果就知道了 怎麼樣 就是70 下面是沒有雙語號 那應該是正確 按確定 然後另外它也會靠右對齊 向下填滿 OK 所以你型態一定要正確 所以等一下如果假設沒加value 你們可以 沒辦法群組 因為群組裡面一定要數字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所以第一步的話 我們已經完成了 就是先產生這個欄位 所以如果你要用樞紐分析表之前 請你要先產生你要分析的那個欄位 如果沒有那個欄位 我們抱歉沒辦法做到 好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請你做資料正規化 那所謂的資料正規化 如果你遇到上面有這種說明 請你一律把它刪掉 所以這兩列把它刪掉 也就是說 將來的那個資料 盡可能就是一個資料表 有沒有資料表上面基本上都是欄位名稱 下面就是它的資料 然後一定是一個連續的範圍 再來我剛剛有特別強調 不要用跨欄字中 你看跨欄字中 雖然我們看 有沒有像這邊都是欄的話 有的同學說 那這邊的話 給他一個跨欄字中 都是欄 可是問題喔 樞紐分析表 就跟資料不一樣 他看到跨欄字中 他只會抓一個 底下變成都沒資料 所以只會有一個人有血型 下面的人都沒有血型了 那怎麼辦 所以如果以後你假設你的資料裡面 有那個跨欄字中 你可能要想辦法把它修正 有沒有 當然如果你 塗法鏈鋼也是方法 不過像我的習慣是 會把它寫成一個修正程式 有沒有 根據實際上 讓它自動把跨欄字中拿掉 恢復成原來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所以第二個 千萬不要有跨欄字中 那還有什麼 還有不要有音 反正就是你要讓它長得像個表格 就對了 其他不應該出現的東西 不要出現的話 那你用樞紐分析表 應該就會蠻easy的 OK 好 沒有問題囉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在游標 放在這個範圍之內 按下插入樞紐分析表 這個時候呢 他會幫我把這個範圍抓出來 曲線的部分 那你們可能再check一下吧 應該A1到I100應該沒錯 這樣確定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直接把什麼 把年次拖拉到列 做統計分析 那這個動作實際上有點像是移除重複 就是把重複的年次通通移掉 剩下沒有重複的 所以在會員裡面 理論上應該是從58年次開始 59 好 那再來把年次拖拉到10的部分 因為我們要算一下 到底他出現的次數是多少 不過因為拖拉下來的資料是數字 所以他預設是加總 那我不是要加總 我是要算幾個的話 你可以在這個加總 加總這個地方年次 旁邊的這個箭頭 點一下 改一個叫值的 欄位設定這個地方 那把加總改成什麼 改成技術 所以這個是上 那你要把它改成count count是算幾個人 OK 會員裡面幾個人 不然他會把那個 58拿來做一個數字加總 好 那你會發現 看得出來 58年次一個 59年次一個 有沒有 然後最多的好像是 70年次吧 14個 OK 不過呢 你想說 老師我不是要各個年次多少人 我希望直接就幫我把它群組在一起的話 那最後 你在利用什麼 群組 那再 記得喔 游標可能點A5會比較OK一點 因為有些地方 你點錯位置 它不會出現 大概A5的地方按右鍵 就會出現 有一個叫做組成群組的功能 OK 這個功能的話呢 就是跟他講說 我要從哪個年次開始到哪個年次結束 間隔多少 其實間隔就10了 不過他會自己幫你做到開始 如果開始從58開始的話 那變成5859 那可能會到67 所以這個可能開始的位置 可能要改一下 改成50開始 那就變成50到59了 一個 然後60到69 70到79 OK 那中間間距值都是10 按確定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 他就幫我把所有年次 通通都群組了 OK 那最後如果說呢 要畫出 怎麼 其實會畫很多圖 不過如果強調是數量的話 那我們就直接利用 你們找一下 我不知道你們的那個樞紐分析圖 是不是在跟我一樣的位置 畫完之後有沒有 我這邊會在右上角看到 有一道樞紐分析圖 當然如果你用那個插入圖表 好像也一樣可以 結果好像應該是一樣的 那如果不同版本 可能找一下 理論上應該會有一個叫 樞紐分析圖 然後把它點下去 那如果假設 你要強調的是數量多少 那很簡單 直條圖就好 可是你說 那我想要強調的是比例 哪個比例高的話 那你可以用圓形圖 有沒有 不過這一題我們先用比較簡單 我們先不要太複雜 直條圖好 OK按確定 然後把這個搬到某個位置 那寬跟高自己再調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OK 其實當然上面標題可以改 這個圖例也可以改 比如說我們現在先不改 那未來齁 其實這些東西 都可以把它寫成層次 也可以讓它變成VBA OK 你剛剛做的動作 就不需要做 直接一個按鈕按下去 自動幫你產生左邊跟右邊的東西 這個後面我們再看 如果你會這樣做的話 就很方便 而且甚至未來 你如果要多個表格 多個報表 其實也可以直接用程式產生 自動幫你做統計分析 好 那最後其實這個圖例我習慣這樣 這個可以把它delete掉 那不改沒關係啦 反正就拿上面標題自己再改一下 因為這個是 各年次統計圖也可以 比如說這邊改一下 年次統計圖 OK 然後在上面再改個字大小 常用裡面的 比如說改成大概20號字吧 紅色加粗體 完成 這樣就出現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假設懂得 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來做一些簡單的統計 真的還蠻容易的 只要有那個欄位 然後你就會有那個結果出來 OK 試試看好了 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就是利用那個樞紐分析表 你會發現它樞紐分析表 實際上是 在原來的資料的左邊 增加一個工作表 所以這邊是資料 這邊就是樞紐分析表的結果 當然你也可以把這個樞紐分析表 得到的這個工作版名稱 看把它改一下名稱 這個這個工作表是 改成要年次統計圖 這樣子 所以這樣切回來原始資料 切過來就是統計圖了 試試看好了 那未來我是覺得 我們反正只要遇到相關的資料 反正我們多練習 就是 函數 然後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然後聚集錄製VBA 後面我們 或許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 這個年次的部分先產生 記得就是 插入樞紐分析表之前 記得先把上面兩列刪掉 然後留下 底下的資料 那就用插入樞紐分析表 試著把剛剛講的這個把它完成 其中可能比較會有問題應該是 A5上方按右鍵 記得把它組成群組 OK 你記得 那個位置很重要 我知道 因為很多人點錯位置 它就不會出現群組 還有一點 那個群組 如果你是文字資料 也不會 OK 所以我剛剛有特別講 如果你沒有加value 很抱歉 不能群組 因為群組一定要是數字 這個是它的規則 這個沒辦法改的 OK 它群組好像只接受數字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試試看 OK